按说只有大块头的家伙才适合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戏 大家好 我是刘灵力 别看百年龄是个独立品牌 但粉丝不在少数 难怪百单斐力的总代理也瞧上他了 还记得之前拍的哈雷车手跟万表的视频吗 快结束的时候 一个车手说 他觉得还是百年龄的另外一个系列跟哈雷更搭 对 机械计时 Chronomat 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机械计时 刚开始关注万表的朋友 我简单说一下 百年龄也是业界享有威望的品牌 而机械计时系列是百年龄标志性的系列之一 所以买百年龄选机械计时没风险 就看你选哪款了 就拿片子里提到的那位重机俱乐部的会员Arnie 虽然没有十瓦心格那么大只 但也够壮的 他当年带的是百年龄机械计时 要不怎么说百年龄是美国人的最爱呢 直径动不动就是42甚至是44毫米 而且因为防水和机型本身的厚度 表壳也够壮吧 计时计心吧 按说只有大块头的家伙才适合 但是我发现机械计时的粉丝可不都是大块头 这也容易解释 很多人跟我一样 身材不算大只 但是喜欢其大排量的重机 尤其是哈雷 但你观察一下 哈雷摇滚 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呀 是夸张和失真 这都是美的形态啊 所以喜欢大尺寸的机械计时 图的就是这种雄壮而夸张的美 但如果你既喜欢百年龄机械计时 又喜欢得体的穿搭 或者喜欢英式摩托 比如凯旋那种古典的美啊 这么说吧 如果你想买一款既能走红毯 又能下海滩的表 那么好消息来了 百年龄机械计时系列 最近又新出了一批新款啊 今天我们拿到这两款 一个是机械计时双十区自动机械万表四十 还有一个就是超级机械计时自动机械万表三十八 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的节目啊 你会发现我们聊表啊 每期必有知识干货 所以关注一下防湿联 百年龄这个全新的机械计时万表 不仅拓宽了尺寸的选择啊 还满足了对尺寸要求比较细腻的人的需求 而且搭载了全新的功能 机械计时双十区自动机械万表四零啊 它把计时功能替换成大尺寸万表长倍的双十区功能 保持经典的外观 GMT双十区可以说是有旅行情节的朋友们的标配 而这款超级机械计时自动机械万表三十八啊 它主打的是特大箱钻表圈 还有陶瓷刻度陶瓷表冠和独特的滚珠橡胶表带啊 咱们把玩一下上手试带 稍再说一下机械啊 这款就是机械计时双十区自动机械万表四零啊 说是表格和外观 它是金刚表格 蓝色表牌 Superluminova夜光刻度和指针 搭配的是蝴蝶扣的滚珠金刚表链 这个滚珠表链啊 应该说是百年龄官方的叫法 我记得原文大义是画木链 意思是欧洲画木的机械啊 最早是为意大利空军中队 Freti Ticcololi出的那批三色标的款式上最先用的啊 戴起来比较舒服 造型上实现了从表格到链带的一体化视觉效果 看起来比较豪华啊 所以说这个机芯呢 它是百年龄三十二型机芯 什么意思呢 2893的3 杠2的2 你明白吧 有能显第二十区功能 价格吗 四万出头 再换这款啊 这是超级机械计时自动机械腕表38 它的外壳是金刚表壳 冰蓝色表盘 SuperDominova夜光刻度和指针 直径嘛 38毫米 厚度呢 是11.88毫米 机轮是单向金刚表圈 这上面箱的钻啊 是实验室培育钻石 应该说是按照SCS007可持续发展等级的钻石标准培育的 这几个刻度啊 都是陶瓷刻度 机芯是百年龄17型机芯 自动上线 双向滚珠走程 动力储备 38小时 瑞士官方天文台认证 说一下啊 百年龄所有的表都是达到这个瑞士官方天文台认证的 功能方面能显示时间日期价格不到7万 虽然是个橡胶表大啊 但是看起来还是有一种整体式设计效果的 这个型号还有其他配色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冰蓝表盘款是值得一说 冰蓝 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啊 这个冰蓝款 蓝色四分刻度上啊 还有它的表冠都是陶瓷的 这个设计有两个优点 一个是视觉上 四分刻度和蓝色表带 暗示表壳到链带之间的一种无缝过渡 是一种整体式设计效果 在实用性上呢 陶瓷嘛 坚硬耐磨 让万表历久如新 下面咱们看看视台效果 这个折叠表扣的蓝色滚珠机里 橡胶表带啊 男生女生都能戴 百年龄机械技时 款式又丰富了啊 机械技时的死忠们又多了一些选择 刚开始许完表的朋友 对百年龄的权威系列 机械技时 cronomat也可以无忧选购了 那么对百年龄这个品牌 对机械技时这个系列 你怎么想 在评论区打出来 有意见的打出来 没意见的 一键三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